我們底下是不是請方執行董事發言 徐董事長 主持三位語談人 我想說在幾位先進的後面談 真的是有一些往後 在今天這個主題 我大概就是用陸資來談的這個議題 我想在座都是金融界的先進 我不敢搬門弄撫 我們首先來看這個題目 第一個就是如何讓陸資來談 我把它分成兩段 如何讓陸資來談打一個鬥點 我想我們雖然已經開放了 但是好像我們不太想讓陸資來談 讓我們根據我們現在的這些法令來看 那最後才來談成為建設台灣的基本動力 再下一眼 再下一眼 我想從這個 首先要吸引物資來談 那首先要談到台灣有哪一些優勢 那首先我想台灣的第一位主 我們很清楚 我們是在這個經濟的枢紐 那另外基於我們過去交易的普及 那我們也是一個全球創新的中心 再來談我們的投資環境 那這裡面我們有提到 我們的風險低稅付 跟23個國家簽署全面性的租稅協議 那在這裡我特別要讚賞我們的李董事長 我們前財政部長 我們知道說李財政部長 在他四年的財政部長任列 他是做了過去20年 台灣所沒有做的改革 當然就是降低所得稅 還有降低我們的移政稅 其實這兩樣就造成了我們兩年前 移政歸於還鄉 這實在是一個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 吸引路支來台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那當然今天我們談了很多 我從早上一直走到現在 那我們談到說 其實我們是有最低的這個水電 然後完善的這個基礎建設等等 那談到路支來台 我們想再跟各位來溫習一下 就是說是從2009年的6月 那我們有三破的一個開放 那最近一破在今年的3月30號 那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已經累積了408個項目 但是三年來總共只有294個項目 還有3.1億的美元 那3.1億裡面呢 其中有一億美元 是中國銀行跟交通銀行來台灣設立分行 所以扣掉這兩家銀行以外 事實上這三年來台灣投資的金額只有2.1億 那在我們的開放項目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製造業已經幾乎是全面開放 那服務業跟公共建設這一塊 大概也開放了一半 但是雖然是開放了 我們對其中的某些項目 我們是有投資的限制 那最主要的限制是控制力的限制 那我這三年來 就是說從這個陪伴中國銀行 開始籌劃要來台灣投資 大概整整三年的期間 那我一直在跑北京 那我得到的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不來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控制力 假設沒有控制力 事實上是非常難吸引 那另外在服務業這個方面 那我們金融業的限制 那更是更多了 比製造業的限制更多 那從過去的這些 投資的金額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 2011年金額比較高一點 那事實上就是 2011年 那其實我們經濟部 它是非常大力招商 各位可能還不知道 經濟部一年至少有四次 到大陸去招台商為台上市 還有入資來談 所以經濟部的努力 所以我們在2011年有一個成長 那這是我們的比重 我們可以看 在服務業方面 最多的是 這是以建數來看 批發跟零售業 事實上 目前來的297項 金額都非常的小 那項目也是非常的小 那我們看金融服務業 因為只有兩家 所以它只佔1% 那以金額來看 那我們反而看到金融服務 最長的這一條 大概將近1億美金 最長的這個條型圖 它是銀行業 所以事實上 只開放了兩家銀行進來 它就造成這麼高的一個金額 那再從製造業來看 我想目前進來最多的是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這邊佔了34% 那從製造業的分布來看 電腦電子的投資 也大概有18億台幣 那有人剛剛的那些數字介紹 我大概談一下 就是說事實上 雖然我們已經開放度這三年了 其實雙方對相關的規定 還不是非常的熟悉 我大概簡單的介紹一下 目前我們有三種模式 是辦事處分公司跟子公司 但目前還是以辦事處居多 那出資的種類 除了現金還可以用機器原料 還有其他的專利權等等 那接下來跟各位報告的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剛提到資本市場 那目前陸資可以投資 台灣的資本市場 事實上它是有受限制的 大概最大宗的是QD 那另外對於上市櫃公司的投資 它有10%的限制 另外還有表決權的限制 再來所謂陸資 這邊簡單的解釋一下 就是它是 就是說陸資的成分佔30% 它就是陸資 那這不只是從法律的觀點 它也是從實質控制權的觀點 那另外還有所謂陸資投資企業 就是說由陸資來投資的企業 如果投資超過三分之一 那它就是陸資的投資企業 陸資的投資企業再轉投資 也是會有限制的 那從剛剛提到的408項裡面 其中製造業有79項 服務業53項 公共建設25項 它的投資的比率 都是有限制不得具有 具有這個控制力 那另外就是 可以在台灣投資的投資人 是包括自然人跟法人的代表人 另外可能陸資 它比較不了解的 大概就是 其實台灣有非常完善的法規 那最主要是我們的公司法 跟企業併購法 那陸資將來如果有更多的開放 到台灣來做投資的時候 事實上是可以運用我們的企業併購法 那關於稅付的方面 我就簡單的帶過 我們有盈利事業所得稅 會不會配營業稅 還有關稅貨物稅 再往下 印花稅 漆稅 土地增值稅 低價稅等等 這些公司 這些屬於企業的法規 事實上跟台灣的企業都是一致的 事實上它們是沒有分別 那另外就是陸籍股東 像我去年就開始幫中國銀行在台的工作人員 開始來報個人的所得稅 那個人的所得稅的申報 事實上是跟這個 外國人在台灣申報的法規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在稅法上並沒有限制 那其他有一些關注的議題 為什麼我們會限制 那其實我們限制的條件 是非常籠統的 我舉個例子 就是說其中第二項 談到政治社會文化上具有敏感性 或影響國家安全 像這個就非常形而上 所以到底是什麼項目可以投資不可以投資 事實上有些限制是非常形而上的 那另外就是不動產的取得 那我們常常看這個股票市場在炒收入資來談 購買不動產 那事實上是不太可能的 以目前的法規 它有限定是業務人員的居住在 或者是營業的處所 所以這個部分目前還是沒有開放 那再來就是入資企業的管理 就是台灣的政府有查稅權 跟財務報表的查核權 那其實對入資來台最大的限制是對於人員 像我一直長期擔任這個保證人 譬如說他們過來的時候來做一些訪問 必須要有一個會計師來擔任保證人 那我也都是非常安心的做保證人 我做了很多人的保證人 那另外其實目前陸契在台灣已經有 二三十家的企業我比較常接觸的 那其實他們在台灣的求資欲也非常的高 那我也幫他們去問了 居然在台灣他們沒有辦法去念EMBA 類似 那想說我如果在其他的國家 我都可以繼續去進修 那為什麼在台灣 對這個入氣來台工作的人員 有這麼多的限制 我想要希望這方面的開放 有需要更進一步的去探討 那剛談了那麼多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不具控制力 那再來剛剛我們也談到了說 貨幣清算機制目前正在研議 那我們也很高興的簽了這個投保協議 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的限制 就是還是讓這個入資企業國足不潛 事實上他們是很想來 但是因為種種的限制沒有辦法來 那再來就是我們第四次的開放 應該是會著重在服務業 我們也希望說可以把金融服務業 納入這個優先開放的項目 那我想入資企業來台灣 最重要的就是透過投審會的許可 那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其實跟台灣的一個公司的設立 是一樣的 再往下一眼 我想我們今天談了那麼多 我想台灣跟大陸一定有可以互補的產業 那這個範圍太廣了 我就先簡單的帶過 那台灣有哪一些具有特色的產業可以來吸引物資 我們可以看到 就我們台灣的半導體、設計跟面板業 我們最近談到的線上遊戲、生物科技 那我們台灣的第一流人才都是念醫學院的 所以我們在醫療產業 還有今天早上張理事長談到的這個文化創業產業、金融業 還有我們的觀光業等等 最後一個我有談到資本市場 那資本市場的開放我想也是陸續非常期待的 那兩岸我想這個兩岸的合作這個是毋庸置疑 這是我們大家共同的一個期待 這邊談到一個這個兩岸的平台 那事實上這個平台目前已經是存在著 這是經濟部有一個搭橋的專案 經濟部搭橋的專案 每年都在做 那我想在座各位應該也參加過 滿多次的一個交流 那我想我們今天談了很多的困難點 那我想這邊我大概提其中的一項 就是資訊交流的不充分 那我常常到大陸到北京或者是到廈門上海 然後去跟他講說如何來台灣投資 那事實上對岸的資訊是非常 他們反而很多東西是不了解的 我想我們有需要來更做進一步的溝通 那當然政府的產業政策跟角色功能的發揮 也是我們所期待的 那這一章是前兩天 這個我們的行政院長提到 就說要怎麼樣的來針對 如資來台的一個最新的規劃 那其中一個令人非常振奮的 就是他提出一個T股的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知道說大陸的A股 目前大概有700多家等著上市 那目前很多企業真的是沒有辦法進入資本市場 成為我們剛剛李董事長談的 就是我們不管是我們證券教育所或OTC這樣一個平台 就是一個投資的平台 一個保護投資人的一個平台 那我在我參與台灣的證券市場大概已經25年了 在這25年當中我可以說台灣的資本市場的上市上規 應該是全世界最透明的 最有效率的 而且是成本最低的 最後我們來看 如何結合台灣跟大陸 共創一個平台來走向世界 我想這也是我們今天來參加這個論壇 我們所期待跟期許的 謝謝 謝謝